好几名白衣男子手拿铁棍一阵疯狂乱打就是要来讨债 还打到手上的武器都飞了出去还不罢手 手段相当凶狠 但让人讶异的是背后主谋竟是新竹名代王增基 警方指导暴力讨债集团在新竹设下的据点 在柜子中搜查出一碟又一碟白花花的千元钞票 总共查扣了440万元 还有棍棒三截警棍以及联发式的土耳其手枪和子弹 57岁的主嫌王增基曾是国民党籍连任过三届新普镇 镇代表会主席非常活跃 还是地方势力风飞沙的老大 到处吸收四海和竹联邦派分子 并带着小弟暴力讨债 102年涉嫌组织犯罪入狱两年 出狱后以无党籍再度当选代表 自称卫民服务陆势介入无企暴力恐吓案件 恶行累累被警方逮捕后 依组织犯罪以及加重强盗和恐吓罪嫌移送侦办 有很多的一些恶行 强压人暴行殴打 甚至有强盗的一个情形 也无故的鸣枪恐吓 新竹民代王增基走在最前面 低着头部发一语 后面跟着14名小弟 全部都被移送法办 原本应该为民服务 却仗着自己势力庞大暴力恐吓 也让支持他的选民相当失望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